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,与数字光盘播放器更换器模块C的通讯丢失。 这是什么意思?这是适用于大多数OBDR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 此代码表示车辆上的数字光盘播放器、更改器模块C、DDP-CMC和其他控制模块为相互通信。 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没有此CAN总线,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,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,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 数字光盘播放器、转换器模块C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,通常位于最靠近收音机的仪表板中央,尽管在某些应用中可能位于后备箱中。 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,其中一些直接连接到它,大多数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 这些输入允许模块控制数字光盘,换片机的操作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,具体取决于制造商,通信系统的类型,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严重性永远不会很严重,因为这是客户便利设备。 DDP-CMC缺乏操作不会影响车辆的操作。 U0189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不提供信息的DDP-CMC、黑屏。 DDP-CMC无法启动,不工作。 原因,通常,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,在CAN总线的加货电路中断开。 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。 DDP-CMC模块无电源或接地。 很少控制模块故障、诊断和维修程序。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。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首先,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。 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总线通信相关或与电池、点火相关,则首先进行诊断。 如果您在彻底诊断并消除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189代码,就会发生误诊。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,并且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189,请尝试访问数字光盘播放器、转换器模块C、DDP-CMC。 如果可以从DDP-CMC访问代码,则U0189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 如果无法访问DDP-CMC,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89代码处于活动状态,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 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,会导致数字光盘播放器、转换器模块C断电或接地。 检查为该车辆的DDP-CMC模块家电的所有保险丝。 检查DDP-CMC的所有接地。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,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 如有必要,请取下它们,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,水溶液清洗一下,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。 如果进行了维修,请清除内存中的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U0189代码是否返回,或者是否可以与DDP-CMC模块通信。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,则保险丝,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如果代码返回,请找到车辆上的CAN总线通信连接,最重要的是DDP-CMC连接器。 该连接器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,通常位于最靠近无线电的仪表板中央。 尽管在某些应用中可能在行李箱中找到。 在拔下DDP-CMC模块的连接器之前,请断开电池复级电缆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至DDP-CMC之前,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,DVAM,验证DDP-CMC的电源和接地。 可以访问接线图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在哪里进入DDP-CMC。 在继续操作之前,请重新连接电池,但DDP-CMC仍未断开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DDP-CMC连接器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,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不确定,电池负集始终可用。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。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B加,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 再一次,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 如果不是,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 接下来,检查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B加或MSCAN加电路和CanB或M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接地将红色导线连接至CanB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0.5伏的电压,并且会稍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B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4.4伏特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,或者您无法清除U0189故障代码, 那么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求经过培训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, 因为这将表明DDP-CMC失败了。 点,这些DDP-CMC中的大多数必须以编程或以针对要正确安装的车辆进行了校准。 请不吝点赞 ,"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